主席 这个吴玉仁委员在 咨询就是说应该 有个基金把我们的 财法跟不当利得放在基金里面 当时在修 时官法的时候我坚持要有基金 没有人支持我连卫福部的官员 都不支持我现在大家要基金来不及了 然后还要重新去 修法不过我觉得 我真的是无法理解 你今天早上在寻达的时候还是告诉我们的委员 说不当利得 只有地方政府可以财法 但是我 那天直询你已经跟你讲过 我们环保署曾经根据行政法法第十八条 做过不当利得的财法 那你为什么要坚持说 一定要地方政府才可以财法不当利得呢 委员报告 我们有特别研究过 我也特别警告过沈署长 还有张子敬副署长 有比较过两个法的部分 在环保署的相关的法规里面 它是主管机关可以财法 主管机关就包括中央跟地方 那在我们的这个食品卫生管理法里面就写了一条 那一条的部分就是针对说地方要优先财法 好地方如果不财法的话 你应该这个依照行政程序法 中央代为执行才对嘛 中华民国成立到现在 哪一个地方或中央的这个食品单位 曾经财罚过不当利得一件也没有嘛 所以大家放心的制造黑心食品嘛 所以在这个财法的过程中 在地方的这一块的部分 他们必须都是以行政法为主 那今天我们将发现这样的事情 其实都是犯罪的 那你不是说你们卫福部已经在估算 那个大统的大利得了吗 对 估算出来 媒体都帮你们估算出来啦 我们在估算的这一块的部分 中央其实在协助各地方在有关于估算的部分 应该有什么样的机制 那这机制估算出来后应该有什么样的原则 那才具这样的原则 你要估算到什么时候 我们事实上在这个已经 他跟地方政府的关系可好了 跟卓伯仁县长关系听说也很muggy啊 他们怎么可能给他不当值得 这个部分地方若是协调出来要处分的时候 地方不执行 但我们就依照那个条文说中央来执行 你们自己也要算算那个不当值得啊 我们现在正在算啊 我们现在正在算 要算到什么时候 我们其实下礼拜三的时候 我们就会召开委员 我们先处备一个草案 然后会提到那个相关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法律 财税跟会计等相关 还有包括我们请环保署的相关的一个 这个长官 来一起在这个会上面 真正将我们所提出来的相关计算的草案的部分 来跟我们做一个相关的一个 下个礼拜三才要开会 就我们上一个草案 不是草案 我们现在事实上已经在筹备这个怎么计算的方式 但是总是要请大家来 所以礼拜三会定案你的意思是 下个礼拜三 结果大家认为这样计算没有疑 或是没有落差的情况底下 我们就会依照这样的方式在更替方 下个礼拜三 下个礼拜三 你们卫福部队大统有品的这个不当利得 黑系有品的不当利得 你们会算出来 会定案 会算出来 但是大家看到以会学者专家 对这个案子的这一会儿的部分 是不是觉得还有需要再一意再收集资料的 我们会再做进一步的处理 若是觉得这样子的计算是 这个很有依据 而且很具体 那我们就依照这样的犯的部分 就找地方卫生局在公文协调 到底地方要罚还是中央罚 只要地方上不罚 市长我跟你讲 我们智慧财产权权 那个一罚是罚多少倍啊 是 你非常清楚啊 了解 我们现在不当利得 还在就他的这个利益所得上文内去财法 是 这个是相对客气很多 是 真的我都很想修法 比照那个智慧财产权权 那个缓到破产了 缓到几代人都都都都破产也没关系 到人家吃下去 社会说小孩 这种事情也做得出来 这目前的这个所有的财产都已经被剪掉扣押了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第一个时间都已经做到 这个财产的扣押 你们昨天啊 你们这个 这个食药署挂上网站上面的讲说 精炼棉子油的安全性Q&A 你们自己讲哦 精炼加工的棉子油 去除这个棉分 这个就可以作为食品 那但是呢 那但是呢 他的这个 游离棉子分含量还是有 虽然低还是有 我们刚刚通过我在确认的上个礼拜一 对不起礼拜一上一次会议的这个临时提案的决议 就是不得验出 我们这次也在抽验所有这些加有棉子分 棉子油的这样子的一些产品的过程中 我们会做相关的检验 检验出来报告 我们会最快的速度来做相关的一个报告给社会大众 你们那天在这边跟我讲说医院检验方法的不同 不是不是 我现在讲这是棉分 对 我们可以验 对 棉分可以验 但是棉子油里面的所谓的 呃 脂肪酸的这个分布这块的部分 会依重不同的品种跟不同的季节的部分 棉分我讲是棉分 你不要跟我讲棉分 棉分可以验 好不得验出 那 全部下架 只要他有棉子油 目前的国家 我们国家现在目前没有定这个标准 不能马上 对一定要在这个公告这样的标准之后 才可以要求下架 不可以公告标准 就是不得验出 那有什么标准 是吗 不得验出的这个情况底下 还是要有标准 还是要有公告的法院依据 才能够据予 做相关的一个下架要求 我跟你讲 你们去验 有棉分的产品全部公告 他下不下架 他都加了事情 如果你没有办法强迫他下架 你至少要公告 你的所有的油品的检验 只要参有棉子油管 他是参版的支付服 参版的0.1 都要验棉分 我们一定会请厂商自验下架 我们现在没有法律选择 我一定公文 告诉他说 请他下架 验出棉分还不下架的厂商 你就给他公告啊 对我们会公告 你就给他公告啊 我们会公告出检验出来的结果 他敢不下架 你有那么多的法律工具 你实盘法我们 今年5月31号 这个我们修了半天 你们 你当时行政院的版本 包括吹哨子条款 都是我放进去的 我坚持的 你们把它拿去做宣传 也就罢了 变成你们执政的这个 呃绩效 政绩 也就罢了 我们当时通过这么多附带决议 你到现在做了没有 有 有关于这个食品 这个 来来来来 我问你 那个 连那个增加 稷查人员 都我们都帮你们 争取了 然后第二点 卫生署 在三个 行事人员嘛 你在跟我讲什么 卫生署 这应于三个月内 和各部会协调 将工厂登记与 工商登记中 就食品及化学原料与 工业及化学原料之编码分流 让食品及的化学添加物 未来可以依个别进货的货号追踪流向 并要求未符合工厂登记与工商登记的工厂 不得生产与销售加工制造食品 现在三个月都过去了 你跟各部会协调 那个编码分流 目前已经跟各部会协调 跟这个财政部还有经济部已经协调 货号的这块部分已经确定了 假如是食品的时候一定是走食品 什么时候要实行 我 就我所知已经开始执行了 我在做确认 这个有关边境的这个部分 食品的这一块 好来 还有 这个违法食品添加物事件层出不穷 造成国民健康生命财产严重损失 针对本市工业用淀粉违法添加等问题 行政院卫生署 因会同法务部 内政部 财政部 经济部 行政院 环保署及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等有关单位 我们进行上中下游供应链调查 在三个月内提出以下报告 你们那个报告提进来了没有 哦 这个部分我再确认一下 不过三个月早就过了 我们有已经给这个 这个有在毛副业长提出之下 没有我意思是说我们 你们大历史官法还没有过之前 我们执行什么你就说实官法没过 法律工具不足 现在实官法过了 你们还是一样啊 我们现在绝对都是依法 而且现在是一案之法 你那报告进来了没有 附带决议三个月内 你就要把那个报告写出来 我再宣问一下 是不是报告已经送到 没有啦 是 对不对 好啦 谢谢 请回座 来 我想请那个环保署长 请沈署长 天委你好 署长 这个是你们环保署的这个抖六监测站 嗯 他的那个PM10的那个 那个那个监测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我下面有WHO的标准 那个第二条上面那个是欧盟的标准 是40 这个mg 一立方米 这个好 来下一张 那 好 那就看这个列印的吧 因为在我们那个 卫福部今天提的那个报告里面 讲的非常的清楚 好 就是说 呃 这个我们 呃 世界卫生组织 哈 他辖下的那个IARC 就是国际癌症研究总署 已经公布空气污染物 他的这个呃 悬浮为例 呃 这个呃 是第一级的致癌物 哈 那 呃 所以我们现在是想了解一下 好 来 你当机来 像这个好 你们自己 你们自己环保署 那个云林二轮旭光国小的监测站哈 PM10哈 甚至于破表将近1000mg 每立方米 世界卫生组织PM10哈 的日均哈 事实上是50哦 结果他是将近1000哈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哈 你们对这样的状况 因为我知道他的附近阳城很严重 你们对这样的状况 你们对这样的状况 那个树光破表的时候 就是 像前两天他就很高嘛 对 对 那你知道沙神豹怎么来的吗 就是东北季风墙的时候 那个河床 佐水溪床的那个问题 佐水溪 对 所以 东北季风以前也年来 但是没有那样子的恐怖的阳城 是因为吉吉兰和宴做了之后 佐水溪的浸流量降低 所以全部变成阳城 而且我跟你讲 因为佐水溪两边有农民在种植 那如果说他用了农药 那个农药有可能附着在那个悬浮为例 从土壤污染变成空气污染 那这个事情因为呢 六清的扩厂现在我们环保署 上次环瓶虽然说把它驳回 叫它再补充资料 把它退回 但是现在呢 我上次在这边质询 就说请署长慎重考虑 六清扩厂 事实上是 它的环瓶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那现在这个阳城的问题 包括水资源 六清的水资源的供应的问题 它的这个工业区 竟然还可以让别的工厂 别的厂商来进驻 当时国家给它极大的优惠 让它拥有那一块土地 然后也建了极极兰河院 极极兰河院不过还建了湖山水库 给它便宜的水 然后它现在竟然 把那些资源拿去 好像是二房东一样 让别的厂商来进驻 那我们环保署也心得慌疑到呢 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欢喜不欢喜啊 就照我们环瓶的一个审查机制去审查 那么二十一位委员的决定 好那我想 你你你你 我刚刚问的那个旭光国小的那个PM10 的那个日均 接近一千 那所以在河川的阳城的管理啊 这几年其实我们有个方案 也在执行 水利署 也在河岸 也在河岸 也在努力做一些改善的措施 当然这几年是有一些进步 但是如果说气象条件特别恶劣的时候 它还是压制不住啊 我想但是现在的频率比起以前来说 在相当的气氛条件下 把积极兰科院打掉怎么样 频率减少很多 它现在的改善倒不在积极兰科院 把积极兰科院打掉怎么样 而是在这个 让浊水溪的那个浸流量恢复 这个部分其实值得探讨 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了 所以这边的关联性 还可以值得探讨的东西 当然大家会想象 直接就是积极的结果 可是呢 我们做一些实质的数据的比对的时候 就不尽然 所以还需要探讨 是不是真的就是它的原因 那么但是现在最近 最近在这个高摊地 大部分的那个大石头小石头全部被拦住了 全部剩下很细的那个粉尘 所以细粉是很重要的因素 没错 因为你好比说在 88之后的细粉 我的时间有限了 好抱歉 来书长 是不是请气象局公布 如果我们的这个PM10PM2.5都破表的时候 都超出标准的时候 应该请气象局公布 我们都有在公布 像你看那天我们在河山的时候 那天早上我们就公布了 我们还预测说中午会偏高 所以哪些人不要出来 你会有沙山暴 我们都有在宣布 但是我跟你讲 像云南也好云林也好 我们有很多乡下地方 是 应该还是要通知村里长 请他们用村里的呼应器 来提醒老人家 学生 村里的广播系统 也能够来进行 我觉得都很好 是 好 谢谢 我们先请刘建国刘委员 谢谢主席 有请工业 有工业的人来 好 那OK等一下 那先请坐 你不用紧张 那个田委员的助理没有当机 是我们的政府当机 而且很多部位都当机 署长先请你好不好 来 来 沈署长 署长